好 歡迎選擇 1870歲 歡迎選擇 歡迎選擇 好 各位好 我是王律傑 以前人家叫我太大我就覺得不好一起啊 但我現在就接受了 因為我搬去台南啊 肚子大大了 所以就是 肚子大大了 好 那 我跟妳講 想跟大家分享這個議題是這樣的 這裡有個故事 就是我30歲的時候啊 然後我在某家公司 然後我去加班嘛 然後眼睛都看得這麼看啊 所以我那時候許了一個很微小的心願就是 我希望明年可以換個方式過生活 所以我三年前我搬到台南去過生活 然後我在成功大學去教書 那其實一開始啊 教書只是 真的是教好玩啊 對我來講 人生很多事都做好了 所以我本來想要教一學期 然後就回去賺錢 但是不小心就教教的幾年就是 就是三年了 然後我終於遇到很多事情啊 第一個同學就是讓我很震撼 就是說他是詹博城的同學 那如果有人參加過去年的Costcard的話 就是 這個學生其實我很震撼 因為他第一個 你會發現為什麼他都駝背啊 不是因為他駝背 因為他看不到 那他不只看不到還聽不到 然後 不只眼睛看不到耳朵都聽不到呢 其實 連肢體都是萎縮的 所以基本上他整個人就整個人都小 但是他跟我說一件事 他如果說他很想要寫成事 他師承大創校80年來第一位全盲生 台南宗第一位全盲生 然後他跟我說 人家眼睛看不到會從事文學的領域 但是他想要寫成事 那我就很震撼啊 因為很多人眼睛看不到 人都眼睛看得到 耳朵聽得很清楚 但是也成事也不是寫的好 那 但是那你要怎麼學啊 對 然後他跟我說他想要學嵌入式系統 大家知道嵌入式系統 那本來就是頑皮要整合了吧 那這要怎麼學呢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非常震撼的事情 那他又靠了很堅力的動機把他學會了 然後常常拿大獎 那甚至後來還做一些 就是他蠻常上報紙的 然後他有一天跟我寫信給我啊 他就跟我說 你願意再承大待多久 他就他就待多久 那我害我不知道怎麼辦 那所以我就叫他去了 那 接著我從他身上看到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你一定要有好的視覺 才能夠把這個數理學好嗎 才能夠開始做事 其實不然 在很多人先天有張的 但是整個報紙的寫很好的 像張博人同學他就說一件事 他寫成是 之所以要 他為什麼要拼了命去寫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這種疾病的年齡是有限制的 那但是他就說 也許他寫完之後 他用不到 但是他可以讓其他人用得到 因為只有盲人才知道盲人的虛弱是什麼 所以他是生了盲人 要去開發盲人的手心盲人的硬體 然後 這是我的大學老師 那我大學的時候 你們大家有知道 我大學休學 休學之前我拜訪過老師 那其中蘇老師跟我說一件事 他會說 其實只要想清楚就去做 然後他是唯一 支持我去休學的老師 那 我從來很少去上過他的課 但是他覺得 我覺得他的影響 各位大家的地方就跟我說 去休學 其實 老師就是這麼一件事 跟你對著時間講對的話 謝謝 那 所以我回去學校的時候 那 就是我三年級 我去學校教書 那我就覺得 很多學生就是窮了 只剩下畢業就出 希望這是很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教書基本上 不會講什麼大道理 或是理論 那希望大家做一點事情 那我一個 大學三年級 秋季錯學了 然後再過了十 十一年後 然後去學校教書 那其實我一直在想 我要怎麼去教這些 所以其實我一直在想 一件事就是 如果學生啊 可以在這過十做過程中 去培養一些想法 不要說鼓勵學生去參與 Open Source的計畫 然後我們課程全部 反而是把用Open Source的專案去開發 那最後 你會回報回去 你會弄線回去 然後就開始有人 追蹤你的作品 然後開始給你一些機會 所以我那邊我學生說 因為我實在不知道 怎麼教書 我教了三年還不知道怎麼教 所以我那邊學生說 教的不是知識 是教Guts 對不對 所以這Guts是什麼呢 就是你有能力啊 有勇氣去面諮詢科技 所以我們上課呢 很多同學都 很多人都要求說 我們上課可不可以錄你 基本上我們上課都在教這個 就是教學有Guts 所以教學有Guts 所以教學有Guts 就是要英才師教 對不對 那Guts是什麼呢 Guts 基本上就說 就是 努力士通秀 因為我上課都在講 努力士的故事啊 然後講他的 說一些 努力士有關的事情 這樣就會有Guts 對不對 教學有Guts 對吧 好 那但是 有個很大問題是什麼呢 有很多理想 但是 常都沒有錢啊 因為我們的議題都很新啊 我有幾個故事啊 我不講嘛 這些學校 反正某一個 大學老師 然後申請的經費 然後過了三年 然後過了兩年多 經費才下來 那只是七萬塊的經費 然後申請很久才下來 所以這個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像這樣老師很多 所以 我們怎麼辦呢 就開始申請議題啊 就一直申請不下來怎麼辦呢 所以就乾脆 乾脆就是網上跟大家說 我們需要議題啊 就很多人寄議題過來 然後他還寄了很多 鼓勵的心 有時候看一下都會哭了 然後呢 那我教書真的不知道怎麼教 但是我就 身為前功課 部分師 我覺得我最大的教肯定 可以學學部分師 所以我們可以奮在二十秒數一下 然後 老師跟妳看就出了很多問題 這是我的獎場 然後呢 我們就跟學生說呢 這個 我覺得 學習末啊 我覺得學習末 很多學生都是學習末才加班 熬夜 一直趕風 那我覺得這不好 所以我就跟學生說 我們從第一週開始加班吧 好不好 所以 這樣就不會衝開了 然後 對 所以我們就做很多作品出來 然後我們看一下 我的產出是什麼 就是說 我們陸續就是把一些東西 就直接奮售得出來 所以基本上 像我們大概去年 在Linus Foundation發表 那今年也會有 就是我們學生 就是 去Linus Foundation發表 那我覺得這件事還蠻感動的啊 因為 我就跟學生說 如果台灣第一位 去Linus Foundation發表 研討會發表的人 是淺缺的話 那我就第二位 那你就第三位 那 那 那所以 基本上可以看到說 我們的學生作品啊 就是我們做的東西 你就跟我搜尋 在一關那個熊悄悄 應該就消得到 然後 所以 那甚至我們現在還跟學生 出去創業 那 其實我覺得 有很多機會 就是這些 就是說 我覺得 我們做為這個 過來人 其實 這個社會最大問題 就是 不是追求什麼GDP嘛 就是大家的年輕人版 然後就可以 一邊作戰 好 好 謝謝大家 歡迎大家 大家來挑戰一下 我是一個人 喝一杯 喝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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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一瓶嗎 喝一瓶嗎 一杯一杯 其實我們就是 Lightning Beer Show 大家來都要喝一杯 其實不是來 不是來Talk 7秒喝完 欸 喝完了 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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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休息一下嗎 現在等一下 我可以休息一下嗎 謝謝 謝謝 太棒了